你不允许他们会有社交媒体的账户 没有没有没有 社交的账户啦 然后他们主要的用处会用在哪里呢 用在网店跟那个看YouTube啦 看YouTube 嗯 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个内容都有控制吧 他们要去大概了解他们会拿来看什么 有有因为他的电话会连续我的电话 history那一边 不是可能 哦有他们的save account 对save account 所以他们的history我看到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自己delete 可能他们还不会 还是他们也没有这样 因为whatever他们看了 他们会share给我听咯 来妈咪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 嗯 所谓的奇怪就是他很喜欢看那些 history啊mystery的那些东西 哦 那个五年级的跟那些科学啊 跟那些以前 嗯 那些东西哦 哦 你大概给他们用了自己的手机有多绝啊 应该 有没有一年啊 应该more than that 意思是说应该他小学的时候 你两个都是有手机的 很小的时候就会有 但是他们也同意我说 没有facebook 没有玩tiktok 然后没有跟那个instagram 为什么我会强调instagram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是默读 很像很多人都是用instagram比较多 所以我就讲了 为什么你这个小学会跟我讲instagram的 他说我的朋友有啊 我说那那个是他家的事 我说这个我们家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必须要接受你的由吧 对 因为我们有谈了这个也有一段时间关于这几个facebook啊 tiktok啊 他说我的朋友都有玩tiktok啊 我说我明白啊 但是要来做什么 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吧 因为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说 比如说 当孩子有了手机 他有手机还没有这么恐怖 他有了手机他可以联系 联系外界的话 就会有一些那个communication在里面 但communication 你不知道他遇上什么人 然后交流些什么 但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当你去教导或者去让他们明白的时候 这一块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能拥有 因为从孩子的观点就是说 我朋友有为什么不能有 我觉得这个沟通很重要了 然后第二就是以身作者 因为妈妈本身也没有什么玩 所以他们会觉得 原来妈妈也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 我觉得应该多多也会影响到他们了 但是在那个negotiation里面 但你怎样是让他们明白说 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 还是你只是告诉他 你长大了就明白 然后被你说服吗 如果在这一块方面 有 我有刚刚说 15岁过后 你就可以拥有这个account 15岁过后 对 15岁过后 他说为什么不是中学就有 我说 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快了 我说至少妈妈有给你一个限度是15岁过后 但是 但假如你说WhatsApp 跟他的朋友他一定是也有的 还是需要跟 WhatsApp应该跑不了吧 对对 但是说法也好 OK 说法也好 你都觉得是manageable 他联系的人都应该是 你要谢谢他 因为他也会跟我分享 他会跟我讲他的想法 就是他跟朋友说一些什么 在里面他会跟我讲 OK 所以基本上都是身作者 还有沟通吧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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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